幸福的生活,来自厨房的烟火 大家好,这里是小家厨记 肥肠,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爆炒肥肠非常好吃的小技巧 现在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往下看吧 首先肥肠要放盐,小苏打,还有高度白酒,抓拌一会儿 盐和高度白酒能很好地溶解掉肥肠表面的粘液 高度白酒还能压制住腥臭味 加入小苏打,能使做好的肥肠吃起来口感更脆 抓拌的时间要稍微长一些 抓拌好以后,再倒入两勺面粉 用面粉很强的吸附力,把肥肠表面的粘东西给吸附出来 接着再把肥肠放到流动的清水中,反复地清洗干净 洗的时候要里里外外都要冲洗得掉 今天在购买肥肠的时候,肥肠里面的脂肪已经被老板娘给摘除掉了 如果不嫌太油腻的朋友,里面的脂肪可以不用摘除掉 肥肠清洗干净以后,沥干水分,然后放到案板上 直接把肥肠切成稍长一点的段,因为肥肠在炒的时候会缩水 如果切的太短的话,炒好的肥肠就会太小,那样吃起来就不过瘾了 接下来再准备两块老姜和几颗大蒜,把姜和蒜打成碎末 然后再准备几个青红椒切成片 青红椒的辣味不是很重 喜欢吃辣一点的朋友 还可以再准备一些小米椒还有泡椒 当然如果完全不能吃辣的话 这些辣椒就不需要准备了 然后再准备小半个洋葱,先切掉头尾 再把洋葱切成小块,然后掰散 如果觉得比较辣眼睛的话,可以把洋葱放到清水中掰散 那样就不会辣到眼睛了 现在咱们开始腌制 往肥肠中倒入一小勺盐 小半勺白胡椒粉,一点料酒 20克左右的生抽,20克老抽上色 然后再倒入姜蒜末,把所有的材料都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腌制20分钟,让肥肠入味 现在咱们继续调味 往往中倒入小半勺盐,鸡精和白糖 20克生抽,还有一勺蚝油 再用勺子搅拌一下,让盐和白糖融化 肥肠腌制好以后,起锅开火 先往锅中倒入一些食用油 然后把油温烧到六七成热 当锅中的油烧到微微冒烟的时候 先倒入腌制好的肥肠 然后把火开到最大 用大火把肥肠翻炒半分钟左右 整个过程一定要保持大火 火力不够的话,炒的时间太长 肥肠吃起来就不太脆了 半分钟以后再倒入青红椒和洋葱 淋入调好的酱汁 继续翻炒半分钟 把所有的食材都炒入味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 还希望您能动动发财的小手 点个免费的小爱心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半分钟以后就可以出锅,装盘 这样炒好的肥肠 吃起来口感爽脆,非常入味 一点异味也没有 如果您喜欢的话 就把视频收藏起来做吧 咱们下期视频再会 咱们下期视频再会